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會選擇把車放在中間位置 或者是路肩位 當然是路肩位 你拿著車在高速公路壞了 但仍然不能走的話 你會選擇停在路中間 或者停在路肩位置 走到肩膀位置最安靜 盡量走到一旁 車壞了就一定走 因為我上課堂 當然放在路邊打著四個燈 為什麼放在路肩位置 因為你放在中間是危險的 高速公路 如果壞了就要叫車 叫拖車之類的 找人求救 一定會打死火燈, 必然的 很正常 就在行車, 停車, 下車 有時候打死火燈 知道後面的車支援 有時候無緣無故下雨了 校感動天 今天真的麻煩你了 要載我們一家去拜我媽媽 沒問題, 你們從小看到我長大 阿花姨當我兒子照顧 你這樣跟我算, 只是當我外人 當然不是, 我們是一家人 是你嘛 爸爸, 你有什麼事? 臉色這麼難看? 爺爺說去不舒服 見頭尺尺, 而且還見暈 那不如你別去吧, 爸 不行 今天是我和你媽媽的定情日子 我答應過她 每天這一天我都要去探望她 爺爺, 總之你有心 你在家裡也可以掛念媽媽的 是呀, 爸, 你這樣弄得病了 那就不要了 是呀, 洪叔, 還是不要去了 待阿堅哥代表你去就行了 那我先回家休息一下 這封信我昨晚寫給你媽媽的 那你就給我拿這封信 把它發給你媽媽吧 行了, 爸, 我幫你發給媽媽的 女兒, 唯有爸爸回家休息一下 如果是持續不好的話 就帶爺爺去看醫生, 知道嗎 知道了 那這些東西交給你們了 謝謝… 謝謝你 文龍哥, 你又不舒服? 你不舒服就別開車了 不, 這樣是, 人有三級 我從小看得很大 旁邊的尾巴在做什麼? 堅哥, 你真是知道我的心意 麻煩你幫我照顧車 我走開一會兒 行… 女兒, 你說得對 如果一個人病了不舒服 又或者吃藥, 拍攝駕駛 就千萬不能開車了 那我先和爺爺回家 好, 小心點, 爺爺 好, 行 好, 行 文龍, 你的車挺安靜的 是多少年車的? 一、二年車的 一、二年車 正如規定, 查入貨位 每年都要驗車的 看不出來, 一、二年 那就是已經有七年了 其實養一部車, 皮肺重不重? 進油, 停車場和換油 好, 那不用定時去維修檢查嗎? 到時候壞才詳細檢查 這樣嗎? 不是開口中嗎? 剛才說弄車, 現在真的來壞車? 糟了, 給極油也不去 去揍死火了 我們不要停路中間 趁車還能走的話 我們把路肩駕駛在那裡 記得要著死火燈 切腳小心點 我還是先下載車 不要下載車, 走來走去很危險 你先摔安全帶吧 我們坐一輛車就安全一點 有沒有叫車公司? 打電話叫拖車來拖車吧 我打電話報警 好 來到這裡就安全了 趁現在這輛車正在修正 不如說回高速公路壞車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注意什麼事項 好 其實在中途壞車 最重要是顧及自己的安全 沒錯, 堅哥 當車在路上發生故障的時候 你應該第一時間打死火燈 把車停在路兼 或者安全的位置 如果當時情況不許可 而你的車要停在行車道上 那你就要加倍小心了 這個時候你應該留意交通情況 安全情況之下離開車 遠離這個行車道 站在路邊留意交通情況 打電話報警 找我們的同事來幫忙 如果有時候環境也不許可 你下車的話 你就要繼續留在車上 配戴你的安全帶 儘快報警, 找我們的同事幫忙 千萬不要嘗試 或者走到車上檢查你的車 或者維修你的車 這樣是很危險的 聽完警察說了之後 大家都應該知道 在高速公路壞車的時候 應該怎麼做 記住, 凡事以安全為先 即是觀察、安全, 先行動